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小白 因為我是跟單身廣借時間 我就直接做求給你 你是國民黨的 你是國民黨的年輕人 你歡迎裴洛西來嗎 我認為應該說 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朋友要來 政治人物要來 我覺得政府官員 你可以接接他 但是要有層級 不是 你歡迎不歡迎 我本人嗎 我本人我歡迎 我不問你本人 我問誰 我問賓哥嗎 賓哥你歡迎嗎 因為我在國民黨我是Nobody 我是Nobody 所以你更應該勇敢的說真話 小白哥是做求給你 你就狠狠的殺到單身廣借上面 殺球 你客氣什麼 說真的 因為你是問我個人 我個人我當然歡迎 但是我歡迎的 我歡迎的喬電是 他來台灣他是有一定的成績 不要鬧事啦 對 你有一定的成績接見 而且你講的話 你自己一定要知道 你來台灣是幹嘛的嗎 小白 可能是你我最後一題的 我再問你一個 朱立倫 怎樣啦 朱立倫領導國民黨的方向正確嗎 我有為難你嗎 為難你我們就把話進去 不會 老實講 我自己一開始在朱立倫 主席在選舉主席的時候 我有直接問 我覺得我是屬於 不一樣的國民黨年輕人 我就問說 九二公司已經輸兩屆了 接下來國民黨要用什麼兩岸政策 我教你回答 你要回答霍倫哥說 霍倫哥 我覺得朱立倫的領導方向 不見得錯可是不夠精確 要怎麼精確 就像剛剛單身廣說的 這樣就精確 我們可以歡迎裴洛西 但我告訴你不要來台灣搞事 我們可以跟大陸動之以情 我們是一家人 不要這樣 你要專門弄那一些民進黨的 我們是希望兩岸和平的 我們也很衰 這樣就可以了好不好 我跟他繼續嗎 我簡單講一下 太嚴肅了 我害小滿 我講個笑話 這個 這個是說要擺脫一中的框架 陳時中今天有好點子 如果他要當選台北市長 創立國際事務局 對對對 有有有 那我的回答是這樣子 這種人有可能會當選台北市長 這個有什麼差用啊 但是我的結論兩句就好 第一個觀眾朋友 歡迎裴洛西的政黨 你要投票給他嗎 歡迎裴洛西的候選人 你要投票給他嗎 選票在你手上 但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這個換單身廣來給我解惑 單身廣我把選票打開 候選人每一個都歡迎裴洛西怎麼辦 不要投啊 謝謝 這個就是內行的 這是個人意志 但如果是我我就不投啊 對啊 因為你如果打開都是一樣 對啊 每個都歡迎裴洛西 因為你會造成 為什麼就變成 我在反國民黨 其實不是這樣子 單身廣就瞭解我的用心良苦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讓朱立倫領導的國民黨 年底贏了 他會怎麼解讀說 你們現在是在騙什麼 我贏了 正常發揮三五次給我收你 給我消肯 單身廣罵我 陳惠惠罵我 結果我贏啊 老百姓投票給我啦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先擊敗張牙中 我又擊敗蔡英文 我不選總統誰選啊 真的 這個開什麼玩笑 我帶領國民黨重新站起來了 當然我選總統 他會認為他的路線是對的 但是就如同我剛剛 故意問小滿的問題 我們是沒有套招的 朱立倫領導的方向是對的嗎 是嗎 如果你覺得是 那你就去支持國民黨 我也祝福國民黨 如果不是的話 是不是我們再思考一下 再想一下 沒錯 來 我們看看 最後時間要交給 這個最優秀的球書 來 我可以從頭看下這個圖啦 我想 我很好奇這個圖 因為有人講說 美國你現在 只派了這個RC-135S偵察機 還有一架這個PVA 到附近來監測 但是裴洛西 非台灣 繞過了中國大陸軍員的範圍 非韓國又再繞一次 那加上美國這些所謂的 軍事的這個力量 在這個時間點 並沒有在整個台海地區 就讓人懷疑說 你美國難道現在是要 退出第一島鏈嗎 那裴洛西這樣的非法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補充一下 拜習慧 我跟你講 你也別想拜登 你繼續做你的白日夢啦 那另外就是 這個歐美打人喊救人 說G7跟歐盟 現在又要弄八國聯盟 八國聯盟 八國聯軍 要來對付中國嗎 所以我很好奇這個 美國早就說要撤出第一島鏈了 不是現在 是很久以前 誰說的 是日本陸上參謀長 也就是相對於我們的陸軍總司令 他說的 是因為那個沖繩 美軍撤去關島對不對 不是 在更久以前 更久以前啊 他說美國的概念 就是如果第一島鏈出事 美國撤到第二島鏈 這是剛剛單身廣場的 那第一島鏈怎麼辦 由日本來負責 然後就有下一句話了 下一句話叫做什麼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可是今天出了一件事 叫做什麼 日本說有事 日本說飛過台北上空啊 可是台灣國防部說什麼 沒事沒事沒事 對不對 所以日本講的應該是比較 對 可是我們應該想一想 日本它有樂山雷達嗎 長城預警雷達嗎 沒有 好 接下來它有類似的 但是它沒有美國賣它的 撲爪雷達 但是我們要這樣講 有很多的 不管是我們台灣的 或者是中國的 網友都會講 愛國子儀應該要發射 你發射啊 你發射就見真章了 有沒有人發射過 有啊 2017年11月4號 利亞德機場由夜門 發射了它的民兵 發射了一顆 就可以飛行982公里的彈道飛彈 打到利亞德機場 結果 來 有照片啊 小艦長我就是有圖有真相啊 他一共發射了幾枚愛國者 一共幾枚 1 2 3 4 4枚 5枚 5枚 中了幾枚 0枚 對 一顆都沒中 然後 一顆都沒中 結果呢 結果打來打去 沒有打到彈頭 彈頭一樣命中 結果打到屁股 打到屁股之後呢 結果呢 附帶損失掉下來 砸到民宅 所以 要不要發射 不一定要發射 所以如果 當然為什麼攔不到 是愛國者太老性能不夠 還是 而且他用的 不是愛國者2 Plus 我不要讓大家有漏洞 他用的是Pack 3 他用的是愛國者三型 對 為什麼 因為愛國者攔截 基本上來講 他的準則叫犯 叫做SHU SHU LOOK 就是發射兩枚 然後觀測 可是 沙烏地阿拉伯 為了要能夠有效攔截 因為那是利亞德機場 他一次打五枚 他一次打五枚 而且 我就是賣油 就是有錢 就是凱 然後發射五枚 為什麼沒打到 因為 這一種彈道飛彈 他所使用的是 對撞平行彈道 你如果你不平行 你其實你打不到 那你如果在太前面打不到 太後面也打不到 所以不是怎麼樣打 都打得到 但是無論打得到打不到 你要有目惑 就要有目標獲得 那為什麼日本說有 國防部說沒有 這樣讓人懷疑 就無法取信於民 所以你接下來講什麼 大家都要想一想 真的晚安拜拜